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 各路爆料人已经将下周的发布会拔了个干干净净 随着果实AI两毛愈发清晰 除了大家关心的iOS18AI新功能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也翻腾上了各国苹果用户的心头 那便是我手上的iPhone到底能不能用这些AI功能呢 带着这个谜团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先说正式 基于苹果自研的AJAX大模型以及传闻中与OpenAI的合作 下周将会出现一系列基于iPhone芯片和云端服务的人工智能服务 首当其冲的是语音助手Siri 根据爆料 搭载AI后Siri将会变得更加聪明 能够总结通知信息中有关人员 公司 视线 位置 日记等功能 同时基于AI的语音也会更加自然 更关键的是 Siri也将在未来几个月里保持进化 刚开始 新的Siri依然只能一次执行一条命令 例如搜索地图 控制智能家具等 但随着后续可能要到明年的更新 Siri将能执行一连串的命令 例如总结一场会议的录音 然后发短信给同事 或者可以要求Siri裁剪一张图片 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 很显然 Siri的AI实用与否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iPhone生态里的AI有多强大 最后 苹果的营销副总裁乔斯维亚克 也在本周发了一段预告活动的视频 见变色的苹果标志 也被解读为Siri可能会有新的外观 另一个变动比较大的部分会是照片应用 除了界面会有更新外 用户们也能使用AI来修饰图片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 基本上可以参考谷歌手机的AI修图功能 例如魔术橡皮擦 可以将图片中的特定物体去除 像是在游客照里将不相关的人擦掉 接下来就是打工人比较关心的AI生产力部分了 记系 Siri浏览器将具备对网页和新闻报道提取摘要的能力 这也将是新智能搜索功能的一部分 与谷歌 三星手机类似 iPhone接下来也会有基于AI的笔记总结 语音被网络转写和摘要等功能 另外iOS18也会有数学笔记功能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识别数学方程式并解决问题 理论上这一批AI工具 将会被完整集成到Safari 备忘录 照片等原生应用中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更新 是不太受用户重视的信息应用将能够创建自定义聊天表情 同时本地AI也将自动生成建议的回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的AI能够打通信息和日历应用 在撰写回复时查询用户的日程表 短信能够自动生成回复 邮件应用当然也可以 其他方面 苹果也在开发一种名为增强通知的功能 同时用户可以将此前错过的通知使用AI进行总结 除此之外 音乐应用也将上线AI播放力表生成功能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 TNote Pages等生产力工具 预计也将获得一系列生成式AI功能 虽然新的Siri的智能操作初期只支持苹果自己的应用 但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苹果AI Siri路线的起点或者中断 而并非中点 925Mac这样预测和评价苹果即将到来的Siri和AI更新 在WWDC上我们或许不会看到任何特别革命性的东西 但AI融入数百万人每天使用的系统和应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按照惯例 等到今年9月的iPhone16系列上市后 iOS18的正式版也将随着新机型上市 毫无疑问 这些新上市的手机没有理由不支持前面提到的所有生成式AI功能 但在下周苹果开发布会的时候 大多数人一边听着这些期待已久的AI功能 一边也免不了思索 我手上的iPhone到底能不能用这些AI功能呢 首先根据爆料 iOS18理论上支持的机型和iOS实际一致 这将涵盖2018年推出的iPhone X2 iPhone XS和iPhone XS Next 以及这之后的iPhone机型 另外 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也透露 iOS18会有一个自动判别的机制 区分手机能够在本地运行的AI功能 以及需要借助云端算力来进行的操作 理论上讲 设备端的AI处理速度更快 也更有利于保护隐私数据 以目前移动芯片的算力水平 许多复杂的AI功能难免需要借助更强大的云端算力 但关键在于 报道称iOS18中有相当多的功能 在本地处理的门槛将会是A17芯片 也就是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上搭载的芯片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存量iPhone将无法在本地运行多数AI功能 以往苹果在开发布会时 对于这方面的细节基本闭口不谈 财经编辑们只能从苹果官网密密麻麻的注视小字中找到此类信息 但在绝大多数存量用户都将受到种种程度的限制时 苹果下周自然有义务对此做出解释 设备端运行的AI与云端AI在产出结果上是否有区别 为何大多数先有设备都无法在本地运行iOS18的多数AI功能 大家手上的iPhone能不能在本地运行iOS18的AI功能 还是未知数 但是另一方面 虽然即将登陆iOS18及其他苹果平台的AI功能让许多用户兴奋不已 但与此同时 一些人对隐私问题也抱有合理的担忧 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计划将部分iOS18的AI功能不仅做到注重隐私 而且仅在用户选择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启用 Jeffrey注意到 彭博社的Mark Gurman在其文章中提到 根据苹果计划将聊天机器人与其软件集成的深度 这可能意味着OpenAI公司可以访问个人信息 这会令一些用户感到不安 不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将把新的AI功能设置为可选择加入的服务 因此 如果用户担心隐私泄露 可以选择不起用 目前尚不清楚这仅限于OpenAI的聊天机器人功能 还是涵盖了其他方面 总之 对于担心苹果与OpenAI新合作 以及将ChatGPT整合到iOS18的用户来说 可以放心的是 苹果不会强推该功能 该功能将默认怪闭 只有用户明确选择加入才会启用 925Mac认为 这一举措非常合理 因为苹果无法完全控制iOS18聊天机器人的运作方式 由于他们计划将聊天机器人功能外保给OpenAI或谷歌等公司 因此所能构建的隐私保护措施 将少于自行研发聊天机器人师提供的保障 最后 对于广大的中国用户来讲 下周也有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那便是iOS18的AI功能 将以何种形式呈现在中国用户面前 这也有可能会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炒作话题 作为参考 此前三星在发布S24时 搭来了百度和美图作为本地化的AI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觉得下周二的WWDC上 苹果会叫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吗 你的iPhone能用上AI功能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